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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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在英国的一个中国教授起名可口可乐 这才有这个大家熟悉的名字 要不口可口辣 这名你还会买吗 展开全文二战时期的可口可乐广告 可口可乐 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可口可乐 请当时民国著名影星转灵玉为代言人 当时转灵玉红的发烫 凭借其神女等影片带 上海可谓是最耀眼的明星 转灵玉代言的可口可乐广告化 不仅出现在报纸上 还以热力的形式 大量送给大众可口可乐 借助中国这颗耀眼的明星 成功打入中国市场 并凭借其独特的口感 在中国开始热销 在二战时期 可口可乐公司承诺 将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为美军生产五美分一瓶的汽水 并通过其出色的公关能力 拿到了美军的订单 在二战末可口可乐销量高达五十亿平 为其成为世界最大的影让厂商奠定了基础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文元利聪 审认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写字幕组组